到底是谁大胆的在法院地盘对陈前总统动手动脚 回头看看当天情形 深压庭才刚喊咖 消息灵通的绿营立委立刻下楼申远 他在庭上有跟法官讲 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有遭受到暴力 那法官也非常重视 怪了 深压庭明明是秘密庭 人不在里头的赖心得 却是连陈水扁在庭上说了些什么都立刻知道 而且当记者问到陈水扁哪里受伤了 站在一旁的陈庭飞似乎是偷偷按时赖清德 不要讲 哪一个过程当中才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并没有知道说确实是哪个部位 但是我们只是得知到说 总统在整个过程当中有遭受到暴力 是从客人主要上车的那个时候吗 对 整个画面放大再看一次 不要讲 陈庭飞的嘴型十分明显 不晓得是什么秘密 不能讲 更怪的是 救护车在陈水扁的要求下 经过急诊室大门 没减速 直接开往重症区 看来伤势似乎很严重 身体状况如何 陈总统 身体状况如何 检查过后 陈水扁手部拉伤 实在很难撑得上 算重症 但庭内喊打 庭外伸源 再加上救护车 直接停在重症区 隔天民进党开启者会 也定调政治迫害和暴力 尽管当时 生涯中的陈水扁 无法跟立委战友们 讨论对策 但似乎照样默契十足 对策略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